開會跟大會報告 今天議程憲政組織群 現在請各位同仁提出質詢 好 道德議員請發言 主席縣長 憲普的各科室首長 及本會的同仁 大家早安 本席這邊先請教一下縣長 就本席了解 102年的時候 5月14號 立法委員陳學生曾在立法院有提案 說每到旅遊萬計的時候 我們馬祖空中交通的機票 都是供不應求 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那建勤交通部 沿以增加其他民間航空業者進駐 馬祖的航線 那本席想請教一下縣長 你對第二家航空進駐的看法如何 請主席財事縣長說明 好 請縣長做說明 謝謝曹議員對空中交通的關心 那我們對第二家航空公司進駐 是非常支持 也是會盡力去推動 但是現階段就是我們的進度 還沒有很具體的進度 現階段就是做法 我們先請立龍增加韓邦 另外也增加西113洞的運輸機 加入地方的航線 這是進程先做的 那對第二家航空公司進駐 我們持續的會去爭取 目前以國內的航空公司的狀況 有這樣子可以飛行 我們南北岡機場的飛機 就是ATR 那目前除了立龍之外 唯一的就剩下復興 那復興我們有試著去接觸看一看 希望說也能夠讓他有機會 就是進駐我們的南岡機場 或者是北岡機場 那北岡特別是南岡機場 它是一個特殊授權的一項機場 那這個對機師的訓練要求條件 都是有特別的要求 這部分我們會再去了解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爭取 就現場講的 可能復興要飛我們馬祖的航線 可能比較不太可能吧 對不對 因為我們機場的關係 可是現場有很多鄉親像本席反映 以前我們56人坐的時候 反而我們是有八班 他現在飛機變大的時候 只剩五班了 這樣子變成說 我們每天的機位反而變少 班次也變少 反而我們鄉親更不方便 以前可能一個小時 我們去飛機場都有飛機 他減班之後 可能是要好幾個小時之後才有飛機 是不是 如果說沒有辦法第二家進駐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利隆也每天就是八班 你這樣飛大飛機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很好看 其實實質上我們訪號鄉親更不方便 有沒有 利隆 利隆全部的機型換成ATR以後 他的座位數是增加的 班次之間的 然後現在進入五月份開始 他就增加班次 六月份增加一班 七月份會增加一班 最後應該是七班 是每天會有七 就是南剛會有七班 北剛會有三班 然後台中一班 那他的這個座位數是增加的 市比過去增加 現長對 我說七十二輪座 跟五十六輪座 看起來是有增加二十個位置 對不對 是幾個位置 十六個位置 是是 對不對 是增加十六個 可是他班次減少的時候 我們變成少了一天 少了將近快八十個位置 八十八個 你這樣去算 我們少了三班 五十六人座 你如果這樣子算 反而我們的位置數是變少的 不是你講的說 每天好像一般看起來有增加 將近十六個位置 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反而人數變少 班次變少 我們相信 反而回家的路更不順 到六月份增加 六八 七月份增加 我知道啦 這是因應旅遊萬計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旅遊萬計的時候 我們鄉親也想說 那我寧願回到五十六人座啊 對他們來講沒有差嘛 你幾個人座 其實可以到松山都沒有差 可是我們班次變少的時候 位置也相對的變少了 是 那我們是希望說這種熱度啊 能夠繼續的維持 然後七月份七班 七班以後他的運量也都增加 難道只能潮到七班 不能八班嗎 跟以前一樣啊 你現在換大飛機的時候 應該是 以前是八班 我們現在也是八班嘛 對不對 這樣才有 你力容提升 這樣我們鄉親的 回家的路也有提升嘛 對不對 你變 飛機人數變多了 可是你減班的時候 反而對我們鄉親 也不是很有利的嘛 是的 這個部分我想也是 我們的希望 我們會再去爭取啦 不管是增加班次 或者是第二家航空公司進入 都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縣長我是希望說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去做啦 當然要很積極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縣長 你有沒有思考過 如何解決 改善目前機場動不動 就送觀光客 關島幾日遊的問題 有沒有思考過 辦憲民公投 濫民義去決定 南北綱 就是擇一選一個 哪一個好的機場 有沒有想過 就是南北綱機場 就是未來是不是 會保留一個機場 我想這是一個未來的一個 在短期之內 我們還是希望說 兩個機場要並行 然後都能夠 現在你的短期是 大概多短的時間 我想最近三五年之內 都不會應該有改變 現在我們不是 民航局不是有規劃三西四西嗎 對不對 那我先請一下交通局長 讓我們鄉親知道說 三西跟四西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請坐 請主席 交通局長 三西跟四西的 到底是差在哪裡 是只有跑道 那個跑道的長度嗎 還是差在哪裡 主席 謝謝 謝謝這個超員對我們 航空交通的關心 我們三西機場 可能四西機場 基本上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民航局給我們的資料 大概都是 第一個是跑道的長度 第二個就是飛機的驗長 也就是飛機的機翼 機身跟機翼的長度 那我們目前大概 我們民航局曾經 對我們南北竿機場 做了一個規劃 也做了一個評估 他評估的結果 大概就是 建議我們 就是先從北竿的三西機場 他是建議 等於是說我們南北竿機場 比較適合三西機場的話 應該就是 應該是進程的問題 進 二西三西四西 這是一個進程 他是建議我們北竿先做三西機場 比較能夠 就是說能夠比較早一點 達成我們旅客的一個期待 南竿機場也做了評估 北竿機場如果朝三西 大概估計預算是在八十億 八十億 北竿機場 南竿機場的部分 如果要進入三西機場 我們工程的試做部分 包括高架跑道 還有三頭的產出 大概要一百七十億 一百七十億 就是說我們南竿機場 如果也要變成三西機場的時候 就要這麼多的費用 是的 比北竿還要更多 還要更多 因為它工程比較好大 它包括三頭的產出 還有高架跑道 我想說南竿機場 那四西呢 其實我們相信也很想知道說 到底三西跟四西差別在哪裡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一個是跑道的產度 那如果說南竿機場 再往四西去走的話 大概預算的 初步預算的估計 是在兩百八十五億 兩百八十五億 所以說他做了一個建議 是希望我們先朝北竿 因為北竿是在 它的機場是在低層 不像南竿的機場是在高層 它比較好試做 我們也希望說 在最短的幾年之內 把它能夠完成 局長這樣講 這樣我們大概相親就可以了解說 南北竿機場 到底是三西 就像局長講的 好 北竿八十億啦 三西機場對不對 是的 那我們南竿可能要一百多億 它的一倍多 你覺得 我們南竿也評估 也要可以做 那北竿也可以做 我們中央會給我們這麼多的錢 給我們兩座機場 都可以做嗎 可不可能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去努力 但是至少 在你交通局局長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說 中央會給我們兩座機場 都變成三西嗎 有沒有可能 我跟草原報告 我們必須回頭來說 我們現在實在是很難 對兩座機場做一個選擇 我必須很坦白跟草原報告 我們這個是剛剛現在已經提過 我們這個機場是特殊授權程序 進場的一個機場 那我們常常 如果大家經常去觀察 我們機場的雲高跟人間路的話 通常有時候 在臨界點的時候 都是北竿機場的 可能是雲高部署 再來要不然就是我們南竿機場的 人間路部署 所以說我們很難去 我們一直在注意這個 雲高跟人間路的變化 所以說我們一直很希望 就是說北竿機場 今年民營行局交通部 給了我們一次機會 大概 委會員跟草原報告 我們大概下個禮拜一 交通部就會針對 我們北竿機場的部分 召開一個審查會 我想說我們會很密切的注意 也把握這一次很難得的機會 我想說如果北竿機場能夠 三星能夠推動 甚至就是說 能夠滿足我們的期待與需求 我想說至少 我們先把一座機場再做好 先做好 做好 那這個有效的飛航 能夠從現在的85% 希望能夠提升到95% 來滿足我們台馬旅客的一個需求 好謝謝 謝謝局長請坐好 本期請出席 請縣長說明 縣長你剛才也聽到 我們交通局長說 我們南北竿機場 其實很多鄉親如果聽到的時候 也知道說 我們南竿真的要變成3C機場 其實是真的是不太可能 對不對 所以本期就是認為說 縣長可以 既然有個評估報告出來說 可能3C只有在北竿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鄉親 他們的看法 只要讓我們回家的路更順 其實機場是在南竿或北竿 像本期是南竿的一員 我當然也是希望說 機場在南竿 可是我為了以後 我們以長遠的角度去看 如果是北竿機場真的是3C 中央也願意給我們這80萬去 把北竿機場改善 如果公投 其實本期我會投那個北竿機場 是不是 謝謝曹議員 對於這個南北竿機場的 3C機場的關心 那我也認同 曹議員的這種說法 但是現階段我們還是希望 南北竿機場是並行的 那是不是要整合成一個機場 我想是未來 我們現階段就是會密切關注 其實我覺得現場 未來是變兩個還是一個 我覺得讓我們的縣民 他們自己去決定 他們未來的路 對不對 不要說以前 以前很多政策的錯誤 你北竿有機場 我南竿也要有 反而變成不好 對不對 我們就整合一個嘛 讓鄉親自己決定嘛 雖然其實 站在鄉親的立場 他們決定 以後他也不會怪說 是你們做錯了 怎麼樣 他們決定說 到底是北竿好 還是南竿好 其實就本期了解 其實我們南竿去北竿 或是北竿到南竿 坐船也只有十分鐘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啊 我們南竿 關場的時候 很多鄉親想要去台灣 他也是要坐船去北竿嘛 對不對 只怕沒有位置 坐船上去十分鐘 他們也是願意啊 我希望說 現場可不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啊 是 如果以後真的是山西的時候 要蓋在哪裡的時候 我覺得 就剛才交通局長講的 蓋在我們南竿 可能就是不太可能啊 其實我覺得兩座機場 變一座的時候 其他另外一座 可以這個腹地 可以做很大的功用啊 對不對 你說馬族酒廠要擴廠 這邊也有地啊 不管是南竿還是北竿 不是就有很多腹地嗎 還有應該是說 你海洋大學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啊 不是說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要 讓我們馬族有一個 可長可久的機場啊 不是動不動就是送關島 好不好 現場希望從這個地方去努力 是謝謝 謝謝 建長請坐謝謝 本席在這邊再請教一下 明政局局長 請主席財事 明政局長說明 好 請明政局長做回答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目前的社會福利 兼顧到老少婦女 還有弱勢 從我們的生育 生育的補助 然後老人獨居送倉 還有老人補助假牙 很多很多的福利政策 可是就本席了解 金門目前 他針對失能的老人有做 那個子尿褲都有補助 那我們連江縣有沒有 這個福利政策 請主席說明 主席謝謝曹議員的關心 對我們弱勢族群的關心 其實我們社福這個區塊 從少婦女婦幼到老人 以及身心臟 這四大區塊裡面 其實我們也琢磨了很多的福利 當然福利之間 跟其他縣市做一些比較 當然是有的比較差 有的比較好 其實就看 真正是要看 當地的 我們就政府的預算 相互的排擠 其實 但是剛剛 你剛講到預算 這個我們的工彩基金 一定是可以值的嘛 只是說我們擴大 這個服務的層面嘛 讓鄉親可以 實質享受到這個福利政策 也是可以嘛 如果有能力我們盡量去擴展 當然是剛剛議員所指的 基本老人部分 有失智的老人 給椅子 尿骨等等 或者是生戰者也是可以啊 這區塊 我們可以往這方向去研究 還要研究 這個 局長 這個應該是說我們 立即馬上就可以做的啊 對不對 還要研究嗎 我們回去 去研究一下 看看是65歲以上 還是80歲以上 老老人齁 這失禁的部分齁 當然我覺得 站在本席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65歲以上 就可以啦 到80幾歲 65歲以上齁 現在我們65 就又老了 其實 局長 其實這65歲以上 其實真的 會去申請的人 其實也不多啦 這個經費其實 如果只是針對 失禁的65歲以上 當然可以 年紀比較大的 身心障礙的也算 這是弱勢嘛 低收入戶嘛 都符合這一項嘛 身心障礙這一區塊 我們本來就 就有這些福利了 那我們希望齁 剛才議員提的 應該是希望擴張到 就一般的老人 有這種情形的 的時候 我們大概 如果是65歲以上齁 我們大概就是要考慮 真的是 失能失智的 那其他部分 我剛才指的是80歲 或者更老人 老老人的話 那就是一般老人 我們就可以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研究 就增加 比較更擴大 不要說一定要失智 對啦 就是 免得鑑定啊 各方面也是非常困擾 鑑定 對 有時候鑑定啊 說你 我跟你講 一個尿布 老人家也不會為了尿布去做假嘛 對不對 一定是有需求 因為這不是很多錢 一個尿布 我去做假 怎麼可能啊 我去做假的費用 可能你補助我還不夠勒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往 往議員這個方向去研究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北京再請教局長 就今年的五月份 北竿的靜雨 及南竿的黃光雨海域 各發現了一個大體 由海上是由 應該是從海巡 運算到我們的岸上嘛 對不對 然後經過多次的協調 這兩具屍體應該是 是岸巡人員 再到殯儀館 然後應該前天也有一個 局官的觀光客 然後由海巡從局官 再上來之後 到我們岸上之後 為什麼是 也是協調之後 怎麼會是消防 消防人員送到南竿的殯儀館 請問民政局局長 你對大體上岸後是 到底又誰來運送 請局長說明一下 謝謝議員關心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剛才所指的 應該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無名師的部分 就無名師 另外一個局官那個 應該是屬於遊祖的 所以說遊祖的 一般都是由自己來做處理 家屬來做處理 那無名師的部分 在海上發現 當然是由海巡組協助 那到岸上以後 一般來講 應該是岸巡 或者是可以佔儀社 因為一般現在就沒有佔儀社 佔儀社就是你民政局的業務 我們地方就是 目前就是沒有佔儀社 我們目前民政局負責兵葬這個區塊 就是你進了兵葬區以後 都是我們民政局在負責 那從岸上到兵儀館 這個業務是誰的 是鄉裡面的 是不是 也不是指鄉裡面 就是應該 那也不是海巡 也不是岸巡啊 到底是誰 岸上這一塊 應該是海巡 什麼叫應該 怎麼會是海巡 你把條例拿出來 怎麼會是海巡 對 對無阻的 就現在鄉公所 兵葬變成我們縣政府 在協助 那反正不管是 鄉公所還是縣政府 都是議題的嘛 你們上級單位 你們要 對不對 對 不要說是鄉公所提來提去 我們要是 我們需要的是 把事情解決 不是說是誰的業務 現在碰到這問題啊 到底是從岸上到 呃 我們的成功山 必領館的時候 這到底是誰負責 誰 吳米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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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是交給兵 那個戰役的 那現在我們 本來是 我們縣政府就是 負責那個 兵戰這個區塊 當然如果 在我們這邊 環境真的非常特殊 也沒有哪一個 單位用於去 去處理這個區塊 那以後 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我們就 做一個整體的 整套的模式 什麼模式你可以 你可以現在告訴本席嗎 這個問題已經發生 很久了喔 網路上面也很多 很多的質疑 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有請 那個消防局來協助 其實這個業務 當然不是 不是屬於消防局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 資源很少 所有的單位 要相互的協助 市長你有沒有想過 請消防局 救護車 救護車的 什麼 緊急醫療救護法 救護車管理的辦法裡面 他是沒有在運送 大體的服務喔 而且 如果今天我們消防局的車 支援了 我們這個大體的運送 如果真的 我們相信哪邊有緊急 要救護的時候怎麼辦 議員說的是沒錯啦 因為 這地方我剛才講 就是資源非常少 而且這種勢力 也非常的少 其實 局長針對這個無名師 這個其實 這個案子其實不會很多 你可以委外嘛 開口契約嘛 一個 一句多少錢嘛 這個大體 我們也要尊重他們嘛 對不對 你就委外 你编個預算 编個死亡 一個 請我們的那個 兵戰業者 一萬塊 他們就來處理嘛 就不用 動用到我們消防 消防人員這邊的資源嘛 對不對 對我們的 憲民 萬一真的憲民要緊急救護的時候 怎麼辦 這是一種好的事情 如果 其他單位沒有我們民政局回去 研究一下自己接下來 不是其他單位沒有 這本來就是你們民政局的業務 我剛才跟議員報告過 我們只負責 他進了以後 屏障區塊 區域運 那我現在 那你這樣講 那路上到 到你們那個成功商的時候 這塊到底是誰負責 也要離青嘛 那這樣子我們 我們來處理好了 你們來處理 就民政局來 接下來這個業務了 局長請做 我請主席財事 我們秘書長說明一下 請秘書長說明 是 謝謝曹議員 因為這個真的是做功德 因為這連續發生幾件 那個處理無名屍體 因為我個人也去協調這件事情 包括地檢署 前任的檢察長也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跟曹議員報告一下 目前如果按照無名屍體 處理自治條例的話 是各鄉公所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相關法令我也查過了 可是各鄉現在處理的模式不同 像北竿 他就是有那個 我就講岸上 海上是海巡沒有問題 岸上部分 那北竿相關所那邊 我也跟他聯繫過 他們是有 專門有一部車在處理 那舉光上次也發生 那這部車是誰的車 相關所的 相關所的車 我就不講什麼車了 因為那時候檢察長打電話給我 就是因為那部車 他們認為對大體不尊重 結果後來我們也協調 後來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平常有的時候 各家戶也會請用這部車來協助 那舉光上次就發生 那個救護車能不能載的事件 就是曹議員剛剛質詢這個問題 後來他鄉長也去協調 目前後來我就跟各鄉的鄉長 就是大家就達成一個 處理這些無名屍體的一個默契 那當然按規定是各鄉公所 因為自治條例裡面是平文規定 那各鄉公所我們大家達成默契就是說 可能各自有的去請軍方救護車協助 有的請這個我們消防局的救護車 那事後他都會送個 那現在也大家建立一個共識就是說 這是做功德 也跟他們說 目前的處理模式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跟曹議員報告一起 那我們目前那之後呢 我剛剛對我忘了講一個 就是你所提的 我也跟他們鄉長建議過 如果這個路上能不能委外 乾脆就是如果有藏儀社 就由藏儀社來做最好啊 對啊對啊 那他們現在各鄉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南甘比較OK 因為南甘有藏儀社 那北甘其他各鄉 我們也跟他們相共所討論過 就是說譬如說就請南甘之家藏儀社 能不能找譬如說北甘啊 蒟光啊 都找一個跟他合作的 那反正我們就出錢嘛 那個費用其實都 可是現在就本席了解 目前我們沒有編列這個預算嘛 鄉公所 這是鄉公所 鄉公所 陸上處理物品是鄉公所的 鄉公所那他會編嗎 鄉公所那他會編嗎 呃 這個預算部分可能就要鄉公所來 我不曉得他那個有沒有科目 他們其實我跟他們的鄉長連結 相反是就是說 如果願意有藏儀社 可是就現在本席了解 目前鄉公所針對陸上到我們成功上 這個部分他們都是沒有 沒有這個預算是不是 他們沒有在做啦 都是我們縣裡面在做嘛 其實這個就是默契啦 大家變成一個默契 因為畢竟案件不多啦 對啦 變成都是用個案方式 其實我覺得說 我們縣裡面可以做嘛 不多錢啊 這個部分我來跟 委外的方式 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 是 那個大體啊 如果是在海上飄了一個禮拜以上 你知道嗎 那個味道 就本席了解那海軍的同仁也是 他跟本席反應說 他們載上的大體 他是放在甲板喔 他只是放在甲板上面載上來喔 他們載完之後清 光清洗一個禮拜 還是有味道耶 你說我們如果救護車載了這個大體之後 我們如果下一個鄉親 譬如說要救護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味道 他清潔都來不及啊 是不是 本席覺得說這個應該是委外 其實沒有很多錢 是 政府是可以做的 我跟曹議員報告 我最近我們最近開 擴大主管匯報的時候 我跟四個鄉 鄉長都會來 我到時候針對這個案子 我跟鄉長再協調一下 從預算也好 從處理也好 從委外也好 我跟他做一個共同的 我們來研究一下 對阿對阿 我覺得我們要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真的這個案件 這個也是做功德啦 對阿對阿 好 謝謝 請坐 謝謝 謝謝 好